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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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大事者 脸皮厚也是个必备品质 张良 陈平极力建议刘邦乘胜追击 斩草除根 刘邦见得力干将们都如此说 他违约也就没什么负担了 二话不说撕毁了条约 联系韩信和彭越的军队一同南下 发兵追不向雨 但是韩信和彭越这个时候学聪明了 他们已经不想拼死拼活地为刘邦卖命 却只能在事后得到极少的封赏了 于是没有按照刘邦的吩咐出兵 而储君这边 项羽看到汉军追兵顿时大怒 立马带兵反击 直接把刘邦的大军逼入了城下 纵使项羽周车劳顿全军疲惫 但是他还是用兵神勇的西楚霸王 他的赫赫战功从来不是靠谋士 而是他一兵一组打下来的 刘邦此举是彻彻底底惹恼了项羽 而被逼入城下的张良 再次向刘邦献计 他提议刘邦许给韩信和彭越大片封地 作为他们二人出兵的奖赏 韩信和彭越果然心动 尽数挥兵南下 刘邦又命刘贾率军联合 因不自怀地北上 就这样项羽陷入了五路大军的围攻之中 父辈受敌 公元前202年11月 项羽在汉军多方面的围攻下 疲于应对失去了处地多做城池 最后退到该下休养生息 但是汉军并没有想要让他恢复的打算 不到一月的时间 韩信等人相继占领楚地各地区 然后与刘邦会合 将项羽和他剩下的十万储君 尽数围困在了该下 韩信被任命为主力 率领三十万大军打头阵 同时有刘邦的三十万人马做后盾 疲于应对的储君 哪里会是六十万兵马的对手 再加上韩信曾为项羽救部 刘邦曾是项羽轻视之人 如今被二人逼迫到如此地步 项羽内心的惶恐 羞耻 悔恨等情绪 复杂难言 连带兵指挥 安抚军心都失去了往日水准 而韩信对这位昔日救主 却没有什么怜悯之心 他用静命大军高唱楚歌 让楚军以为楚地已然全部沦陷 一步步击溃了楚军的军心 项羽无奈之下 在八百金瑞的护送下 一路逃到了乌江江边 而护送他的八百金瑞 此时已经只剩下了二十八 追兵已至 金瑞尽丧 项羽仰天长笑 替泪横流 想他一生戎马 如今却如丧家之犬被人逼迫至此 生有何意 于是尽就这么自稳在了乌江边上 项羽在到达乌江边的时候 其实是有机会乘船 渡过乌江回到江东的 他剩下的二十八名金瑞 用生命为他拖延下来的时间 却被他白白浪费 人们常言道 刘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但是项羽太过骄傲 他的自尊不允许他灰头土脸的逃回去 他把荣耀看得太重 所以他尽是明星 所以韩信出逃 范增气离 他不是输给了刘邦 也不是输给了韩信 他输给了他的骄傲与自负